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做一个实验 这些仪器在这里 大家先要量一下 在这个空的液晶盒里面 这两片玻璃中间的尖细是有多少 这个尖细就是将来 大家灌了液晶以后的液晶层的厚度 这个液晶层的厚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们在许多的实验都需要用到 要量这个液晶的厚度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当然就是把液晶灌进去以后再量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的方法 是先量这个空气层的厚度 那么在我们这个setup里面 是两种方法都可以用的 我们这边有一台海奶雷射 它发出来这个红色的光 颇长是6328A 那么这个光经过第一个polarizer 然后照到你们将来会把样品放在这里 那么然后呢再用这个一个感测器 会感测到穿过的这个光的强度 那么这个偏振器呢 今天大家其实是可以把它拿掉 不过留在这里也没有影响 如果我们是把液晶灌进去以后 再量这个液晶层的厚度的话 那我们就会需要它了 那今天我们就放在这里 所以当这个光呢 经过了这个polarizer到你们样品之后呢 在这个样品的前面跟后面 这两个界面它都会反射 那你们量到的穿透光呢 就是经过这个两个界面反射 干涉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会得到建设性的干涉 有的时候呢会得到迫害性的干涉 那么如果我们旋转你的样品 也就是改变样品的入射角的话 那么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光的强度 会跟你们的入射角有关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 你真正会得到的数据 会像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这个横轴是入射角 那这个纵轴呢 这个纵轴的话就是你们量到的光的强度 所以你们会看到它起起伏伏 那么这个就是亮的时候是建设性的干涉 暗的时候呢是迫害性的干涉 那你们根据它的这个最强的这个角度的位置 或者是最弱的角度的位置呢 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液晶盒的厚度是多少 或者这个空气层的厚度是多少 那么这个数字呢 将来你们在做其他的实验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 要来量测我们制作好的液晶样品 它的样品中间的间隙是多少 那我们量测样品间隙呢 要用到的系统是这一套系统 那这个系统上面呢 我们首先看到一台雷射 那这个是亥奶雷射 那雷射在使用之前呢 我们要先开机暖机半个小时 那这边是雷射的开关 我们将开关打开 等暖机半个小时之后呢 来做使用 那首先在这个系统的光路上 我们会看到一个拼后 那这个拼后是校准光路用的 所以在系统的后面 你也会看到第二个拼后 那雷射光打入这两个拼后的中间 我们就可以确认这个光路是准直的 那在系统的中间这边 我们有看到一个旋转平台 那这个旋转平台是可以电控式的 那这旋转平台上面 有一个样品的支架 等下我们的样品就贴在这个支架上面 这个电控式的旋转平台是借由 这个控制器与电脑沟通 那在这个控制器的旁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台Multimeter 那这台Multimeter是读取光讯号强度用的 因为它的线路呢 就是跟我们的后面的光侦测器做连接 那这个光侦测器呢 会把我们光讯号转变成电讯号 然后再借由我们的Multimeter来做读取的工作 那在Multimeter的这一边 我们会用GBIB USB卡 将得到讯号借由GBIB USB卡与电脑做连接 然后用电脑来记录我们的咨询 接下来呢 我们将我们的样品贴在我们的样品架上 那贴好之后呢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雷射光是正向入射 因为我们是将正向入射的角度呢 定义为零度 那这边我们利用观察雷射光的反射光点来确定 雷射是不是真正完全的正向入射 那如果雷射光正向入射的话 反射光点应该会打回雷射 那这边我们看到反射光点在这个拼后上面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两个旋钮 将反射光点尽量的靠近雷射 但不完全打回雷射 避免造成对雷射的破坏 接下来呢 我们要确认雷射光在样品旋转的时候 是打在同一个点上 所以我们在这个样品上面 用游性笔在光点上面做一个记号 做记号的目的呢 是我们等一下要尝试旋转我们的旋转平台 那在希望这个旋转平台在旋转的时候 这个光点是打在样品的同一个位置上 那现在我利用レview程式来控制我们的旋转平台 在电脑桌面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レview的资料夹 把这个资料夹点开 那里面可以看到一个cell gap的资料夹 那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旋转平台的程式 那我们量测cell gap的范围是从30度到40度 所以那我们希望确定说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都是光点都是打在同一个位置上 所以这边我们先设定40度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旋转平台在旋转 那转到40度之后就停了下来 那在样品的光点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跟我们做的记号有一些偏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旋转平一台上面的这个转轴 那将我们做的记号再移到光点的位置 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deview程式 把平一台转回零度 那这样子我们确定了整个旋转的过程 光点都是打在样品的同一个点上 那接下来我就用棉花棒沾酒精 将这个光点把它擦掉 接下来呢 我再把样品转到30度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开启cell gap量测的组程式 那我们在这个组程式 就是我们要量这些cell gap的范围 是从30度到40度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这个minimum angle 就是设定30度 然后maxima angle这边设定为40度 那这边我们每0.05度 去读取一次讯号 所以这step这边我们设定0.05 那我们要告诉电脑 我们要去抓哪里的讯号 那这边是告诉他哪一个channel 那这边我们Multimeter的channel 是在GBIB24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截取Multimeter的DCVoltage的讯号 那这边已经是设定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告诉我们的Review 要将我们的数据儲存在哪里 所以在这边我们开启 我们要儲存的位置 那首先呢 我们到桌面的位置 那这边我们会开启当学年度的资料夹 这边是显示97液晶教学实验 那选到cell gap的这个实验 然后选到自己的主别 然后按右键新增一个文字文件 然后输入自己的姓名 然后按开启 那这边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将游标移到左上角这边 Run 那它就会直行 那它在直行的时候 这边的指示呢 就会是目前定义台的角度 以及现在侦测到光讯号的强度 那这个光讯号的强度呢 就会与我们的Multimeter上面的值 是一样的 那这边 电脑在直行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旋转平移台上 以0.05度的Step 在做旋转 之后呢 我们在电脑上面 可以看到 我们量测的结果 我们量测的结果这边 X轴是我们目前 样品旋转的角度 Y轴是光 光讯号的强度 那藉由光 藉由样品的旋转 我们可以得到 在不同的路色角度 它的 它的干涉条纹的变化 那各位同学呢 就是得到这个 干涉图形之后呢 利用它的干涉强度的位置 去将 液晶样品 ConeSale的Sale Gap 去把它计算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